今天买了一点新鲜的五花肉 我家宝宝说很想吃这个糖花肉 今天我就拿安排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这个猪马我叫老板给我先搁关键了 锅里放水 把这个洗关键的猪肉放下去焯水 然后放点料酒 姜 放点盐 然后开中修火 煮了可以了 用这个筷子搓一下 比平时 当这个录的时候要稍微多煮一下 就更烂一点更好吃 这里我都煮了差不多20分钟了 如果是很消美气的话 可以用这个电饭包煮一下 还是高压口随便腌一下更快 把它捞上来 然后把它切成均匀的小块 这个大碗长起来 备用 锅里放油 把这个白糖加进来 可以消火 慢慢熬 这一斤猪肉可以放二两半白糖 如果喜欢吃甜一点的可以放三两 这个糖的数量 以你自己的口味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点 不喜欢的少加一点 这样这个糖要不停的搅拌 这要不停的脚 不要偷懒 很开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黄黄的呀 起这个小泡泡了 起到大泡都起小泡泡了 然后干火把这个火干掉 然后把这个五花肉倒下去 继续翻炒 哇好香啊 然后把这个姜八角加进来 还有加点蜂蜡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翻开以前的视频 然后加点水酒 这是我们家里的黄酒 它叫水酒 然后慢慢开小火焖 太香了 哪个朋友想吃这个糖发露的 开点过来 满不滋的飙香 嗯太想吃了 看到这个流口水了 最后放一点盐 放一点白芝麻 哇好香啊 马上就出锅 出锅 通发肉做好了 香甜热味肥而不腻 有这道菜一餐可以干掉两碗饭 大人小孩都会吃 这道菜我们这里逢年过节 拌久些都少不了这道菜 非常的好吃 朋友们赶紧兜手试试吧 你消费了吗 不费到快几片视频呢 赶紧我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 我们先看看